小熊是个学习很稳定的孩子 每次考试都是全校倒数第一 奇怪的是 他居然和全校第一的学霸 小秀是同桌 这不是什么狗屎运 而是因为电视台要拍个纪录片 就是观察第一名和最后一名 一起同桌相处一个月会发生什么 这电视台不像电台 倒像是搞事情的影响号 小秀回想起第一次见小熊 是因为他看到图书馆的借书榜里 他老是拍地儿 火一下子就起来了 自己在学习这块 从小到大就没输过 这个第一的小熊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他找到了小熊 得知他学习成绩全校倒数第一后 气瞬间就消了 本来想PK一把的 没想到对方是个弱鸡 说回拍纪录片的是 小秀其实很不愿意拍 但是老实说 拍摄不会影响他的学习 而且还有片酬 小秀一听到有钱赚 新人的答应了 小熊那边就不乐意了 全校倒数第一 本来就不光彩 现在还要被拍成纪录片 到时候电视上一放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那不就抬跳大放空吗 可是他拗不过父母啊 父母觉得能和全校第一名相处 这可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这片子必须拍 就这样纪录片马上开拍了 小熊换到了小秀的旁边 小熊上来就摆了一桌子画笔 可是越过了翻八线 小秀不高兴了 你的笔要是再越界 我就拿笔戳你的笔孔 小熊心里有点发怵 乖乖的把东西收好 还小心的推了推小秀的书 提醒对方也越线了 看得出来 小熊表面像个软蛋 原则上还是很坚定的 吃饭的时候 小熊想和小秀打好关系 刚准备尬聊 就不小心把烤墙的油 煎到了小秀身上 小熊很尴尬的道歉 小秀面无表情 并很优雅的回应了一下 这场面把摄像人员干懵了 大眼瞪小眼 没人敢作声 体育活动上 大家玩的躲避球游戏 小秀每次都拿小熊当挡箭牌 这操作可真是秀 再这么打 小熊就要被打成筛子了 小熊仍无可忍 本土的一顿 球刚好砸在了小秀的脸上 小秀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小熊赶紧扶他起来 小熊优雅的释出了 酒阴白骨爪 敢害我 你指定没好果子吃 可难让 小熊只想当个安静睡觉的美男子 可是小秀经常优雅的举手发言 老师这个题换个方法怎么解 老师这个解法有点小问题 这叫啊 小熊是没法睡了 白天还没睡好 那晚上自习看看漫画 不复身子吧 小熊一边看一边咯咯笑 这影响了小秀的作题 小秀和优雅 直接把他的书给扔了 小熊已经记不清 这是第几次被欺负了 拍摄采访时 两个人还互相杠来杠去 你说话不过脑子 出社会只会惹麻烦 你根本就没有脑子 出社会只会被淘汰 导演问他们 觉得最近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我只想平静的过普通人的生活 我应该会成为 世界成功的人上人 嗖的一下 时间回到十年后的现在 现实总是残酷的 小秀并没有成为人上人 而是沦落为了一名设计狗 方案汇报中 他被甲方爸爸各种打断各种怼 你们公司很有名的 怎么方案做得这么老掉牙 小秀倒吸一口凉气 快要绷不住了 还好他稳住了情绪 保住了优雅 后面还有呢 让我讲完好吗 最后小秀放出了大招 我们回找竞技人气最高的插花家高五 来进行创作合作 小秀巴巴的说了一堆 甲方爸爸渐渐的听进去了 嗯嗯 有两把刷子 你有办法请到插花家高五吗 当然没问题 其实啊能否签到高五 小秀心里完全没底 慌得一批 因为这个插花家是出了名的神秘 不管是展览或销售会 都没有人见过他 可是小秀已经无路可走 牛皮已经吹出去了 项目已经拿下 后面必须得请到这个画家 小秀那边还真的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每天不用上班 白天帮父母在餐饮店里打打杂 晚上就回到自己的小编写 投入绘画创作 之前的五年 小秀一直在坚持画画 如今名气也越来越大 看到这里 你应该已经猜到了 没错 小秀要找到那位神秘画家 其实就是小熊 小熊还有一个经纪人 他看小熊懒得跟猪一样 整天不运动 就强行拉着他出去跑步 一同还有小熊的发小 休息的时候 经纪人批评起了小熊 你用了五年批批画画 终于游民气了 现在又恰饭合作转上门 你却巨语 你不恰饭 是想要饭吗 你这德行 次次都感变成色乎的 你是想再变回五年前的 午夜游民吗 小熊一听 绷不住了 装上影响 无夜游民 也蛮好多 经纪人崩溃了 艺术家的世界 正是无法理解 小熊的发小 是个小导演 发小的领导 是个老导演 十年前 小熊和小秀同桌的纪录片 就是这位老导演拍的 老导演看到这部纪录片 最近在网上 又开始火了起来 所以想叫小熊的发小 来拍拍后续 拍拍十年后的现在 小熊和小秀 到底过得怎么样了 小熊的发小 很不愿意接这个项目 电视台 还真是没活硬整啊 调查十年前的剩饭 等着羊就往死里耗啊 小熊那边 去一家餐厅 相亲约会 好死不瞧 他遇到了那个甲方爸爸 好死不瞧 甲方爸爸刚好 坐在旁边的桌子 小熊的相亲对象来了后 上来就开始倒闭 我已经被你放 十次搁置了 我还是堅持要见你 啊之前抱歉哦 你的意思是 我四次找你约会 你都因为工作忙了 没有来 你们工作室 只有你一个人干活吗 呃那个我 这次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就是想知道你是否值得我浪费这么多时间 现在看来并不值得 这顿批 小熊一时无法反驳 相亲男心满意足 PDR都走了 留下小熊原地放空 小熊失落的准备离开 趁着想起旁边的甲方爸爸 完了 这个孙子该不会是全听见了吧 这可太尴尬 太羞耻了 甲方爸爸摊牌了 不装了 对 没错 我全听见了 小熊想着 反正丢人丢到家了 和谁吃饭不是吃呢 干脆和甲方爸爸批一桌吃饭 俩人边喝边聊 他们发现 从穿衣风格到性格 互相都很相像 两人有很多共同语言 不光聊上头 小熊还喝上头了 把对方的酒一口给闷了 再这么喝下去 我都怕这俩人会搞里头 第二天早上 小熊被门铃声吵醒 门一开 妈呀 居然是小熊 原来两人交往过 大概有五年了 分手分得很难看 都给对方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没想到两人又见面了 这个太糟心了 小熊拿起来喷雾 喷了小熊一脸 把对方当温神一样赶 好了 第一集就是这样 本剧还是有很多看点的 比如两人当年 同桌还发生了 哪些有趣的事 五年的交往 为什么不欢而在 五年后的今天 相遇后又会发生什么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后面几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